它在眼睛这样子骚扰的时候 也会令到这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模糊的 那么对于它要遮发来说 是有困难或者有危险的 可以说整个眼球都有可能被激光影响到 或者造成伤害 从最外面的这个角膜 有些激光可以伤害到这个 虽然是透明的角膜也可以伤害得到 然后进来这个叫做红膜的 可以伤害到这儿 这儿伤害了就可能会发炎了 也可能伤害到这个我们叫金状体的 这个伤害了它就变得模糊了 就变成白内脏了 再进去里面就伤害到我们的眼底 眼底是包括这个四网膜 这四网膜就是收集光线形象 然后经过这四觉神经 把这些形象的信号带进去大脑 这个四网膜的中心我们叫黄斑 黄斑就是这些四锥 四细胞的感光细胞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看东西是最重要的地方 是我们中央的视力 也是看东西最清楚最细致的地方 如果这儿受了伤 就是没了中心的视力 就是可以中间黑了 那么就可能会色鸣了 澳洲一个好瓦 都要拿这个这罩才可以买 才可以拥有 在香港呢 你随便到街上去买 这个是100毫瓦的 这个是2000毫瓦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强能量的激光 10毫瓦的 1毫瓦的 3毫瓦的 2毫瓦的 2毫瓦的 3毫瓦的 3毫瓦的